就是这样的洗脑的影片的报道之下呢 就会产生很多的小粉红 恭喜 感谢国家培养 也感谢杨子琼 在世界舞台上 为中国人争光 为华人天才 边境执法局在边境逮捕了三名偷渡客 这三名偷渡客分别表示均来自中国 对于这样的一则报道 中国的很多网友表示不服 认为 你凭什么说 讲中文就一定来自于中国 那对于这次报道的很多中国网友就质疑 觉得这个又在抹黑中国 这确定是中国人吗 美国现在是不是想着花样来抹黑中国啊 我觉得美国应该是没有那么多闲功夫 去想着花样 又怎么抹黑中国 不必要 也不可能去抹黑俄罗斯啊 抹黑北韩啊 美国过去没有这样做过啊 现在也不会去抹黑别人 他如果真的觉得你不爽 他就公开的在全世界面前去批评你 就像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就在公开的场合 直接批评习近平 真正一直在抹黑的国家 我们就不用说了啊 天天都在抹黑美国啊 西方抹黑台湾 某个国家一直在做 所以你们才会发出这样的质问吗 因为你们自己会做这种事 你也会觉得 别人应该也会做这种事来对你 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不对 那还有王毅表示 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 会说中文的 不只有一个国家 他的意思就是说会中文的 不只有一个国家 不只是中国 也有可能是其他国家 对呀 但是一到了讲台湾议题的时候 你们干嘛又说 你看台湾人都讲中文 所以是中国人 现在你又说会讲中文的不一定是中国 所以你们小讽就一直玩这种鬼打墙 自说自话 然后自相矛盾 自己打自己的脸 那所以你现在又间接的承认台湾 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对吧 毕竟讲一样的语言不代表一个国家 就像非洲大陆一样 讲的英文跟法文 但是他们不是美国 也不是英国 更不是法国 对不对 所以你们也知道这个道理 还有小粉红说 这个不能盲目下定义吧 长得像中国人 难道就是中国人吗 也有可能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人 习大大最近也是讲台湾地区 我记得之前很多小粉红啊 讲台湾的时候 他必须要讲中国台湾 或者叫台湾省 讲台湾地区都会被出征 但是最近中国的官方 有时候也会用这个词 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 其实就是你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一个词 但是我们都知道小粉红非常的敏感 然后有时候会自我审查 所以他们都有时候搞不清楚 这个词到底是 是不是他们发明的 是不是在他们那边是政治正确的 那今天的第二个新闻就是习近平 因为全票当选高票通过 然后就在这个国家演讲 然后讲了一番非常振奋人心的话 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 坚定委义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在中国的整个媒体上 包括所有的新闻都转发了 包括像是人民日报都转发了这些话 标题是这些话振奋人心 习近平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发表重要讲话 他说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你觉得这句话从他的嘴里出来 是不是有点很奇怪很打脸 中国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如果真的是自己的主人 干嘛要突然说这样一个奇怪的话 就像台湾是你们说是中国的 如果真的是中国的 为什么一定要加中国台湾 那中国的其他的省份 什么广东啊湖南啊北京啊 你不会讲什么中国广东省 那不会这样讲对不对 不是你的你非要变成你的 所以你才玩这些文字游戏嘛 然后紧随其后的第二句话就是说 坚定不移的推进祖国的完全统一 所以祖国还是没有统一嘛 所以有些小冯甚至不承认 他觉得两岸已经统一了 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省 如果真的是一个国家的话 真的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省的话 那为什么还有什么推进祖国的统一 那不都统一了 干嘛还要统一对不对 连你们自己的这个习大大都打脸你们自己 啊是不是这个时候又要出征一下习大大 你敢不敢呢一出征你家里就要老底坐穿 你的家都要推翻 那习大大具体还讲了什么呢 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紧紧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哦这里我应该来点欢乐的音乐 搞笑的音乐啊 好再来一次 经过百年奋斗洗血民族赤辱 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治国必先治党党心才能国强 推进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习大大在上面讲党在上面讲话 小粉红就在台下激动骄傲在那边兴奋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画面 蛮奇妙的 在其他国家都见不到的 就有点像看A片的时候 你在下面兴奋 有小粉红说 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的胜利 然后还有其他小粉红说 恭喜习主席取得胜利 高票当选全票通过人民的胜利 人民的选择人民的骄傲也是人民的荣耀 其实这些话就像我刚说的一样 全是玩文字游戏 那也是 其实表现了他们在这个民主这个角度上 确实是很心虚的 如果真的是民主的国家 如果真的是人民的选择 你就不会强调这是人民的选择 不会去对外界去回应 前几天全世界媒体都高度关注的时候 也进行了大量的报道的时候 中国的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就立马就发表了一个快讯 叫人民的选择 所以可见就是很心虚的嘛 那我们看到像这些小粉都说 什么是人民的选择 人民的骄傲 人民的胜利 那我想想如果今天不是习大大当选 然后当然我们知道唯一候选人只有他嘛 我们就当他还是共产党好了 党内有其他的人候选 也是共产党的另外一个候选人 他赢了 那难道就不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吗 难道就是代表共产党输了 中国输了吗 为什么你们这边搞得好像说 习近平当选了就代表什么人民的胜利 那如果他没有当选 那中国就输了 你搞得好像在中国跟某一个国家在竞争 或者是抗战 习大大赢了 就代表中国赢了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啊 那除此之外 我们今天也有一则新闻就是奥斯卡 那奥斯卡上面有一个华裔的 马来西亚人叫杨子琼 那他也是首位得到这个奖项的人 那很多中国人就有骄傲 我看到抖音上大量的转发 其中大部分都是讲华裔 我觉得讲华裔还是比较客观的 至少我也能接受 但是也有很多的媒体说什么 他是中国人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人家一个马来西亚人 你说他是中国人 那标题上都写的什么中国人 我们可以看一些相关的影片的报道 就是这样的洗脑的影片的报道之下呢 就会产生很多的小粉红 恭喜 感谢国家培养 也感谢杨子琼 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人争光 为华人天才 当然你这里没有讲清楚 如果你心里就是感谢马来西亚国家的培养 那我无话可说 当然我们结合上下午 我们明显知道他讲的这个国家 那肯定是讲他们自己的祖国 讲中国嘛 感谢国家培养 人家杨子琼也没有喝中国的水 也没有喝中国的奶 这是你们自己喜欢讲的话 什么喝中国的奶长大的 人家没有在那边成长过 你就说什么感谢国家培养 请问中国政府什么时候培养过他呢 虽然是马来西亚的 你看这个小粉红还知道 他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他说 但是看到都在祝贺 我也转发一下 马来西亚都是中国人 大家都是自己人 也替他感到开心和骄傲 那至于马来西亚人是不是都是中国人 这个我觉得你要问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还有很多的印度人 他们也是中国人嘛 他连Chinese都不会讲 他也中国人 然后裹着头巾的那些 伊斯兰教的马来人 他也是都是中国人 你这话讲的很莫名其妙 你这个知识也太浅显了吧 世纪观也太局限了吧 什么叫马来西亚都是中国人 大家都是自己人 谁跟你自己人呢 你就自己在那边自卫自营好了 还有小粉红说 很多人都在争论他的国家 其实很简单 他法律上虽然是马来人 但是他说华语写汉字 这就是中国人 不好意思 马来人是裹着头巾的那一个族群 他是马来人 马来西亚的华人 叫大马华人 不叫马来人 杨子中他还会说英文呢 你是不是按照你的逻辑 你也要确定他是美国人呢 那我还会讲韩文 我是不是北韩人呢 还是南韩人呢 对不对 你会讲某一种语言 不代表你就是某一个国家的 就像前面有小粉 用前面的小粉的话 来打脸你这个小粉的话 前面小粉都说了 会讲某一种语言 不代表就一定是个国家 当然我们知道前面那个小粉 是为偷渡客洗地嘛 他认为这些偷渡客 虽然会讲中文 但不一定是中国人 会讲一种语言 不代表就一定来自中国 你看用前面小粉的话 就可以直接拿来打脸其他的小粉 多么丢人呢 好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的影片请帮我按赞 那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 跟我们大家一起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